公元211年,劉備戒著幾脈部隊葉宿,很多武將雲臣都跟隨劉備爺去。 之後,諸葛亮、張飛、智雲等人又帶著援兵葉宿,劉備急關與劉夏了一些人。 張領比搖月離方、傅士仁等,文官比搖馬亮、廖立等,本堅就要和大火人搖搖廖立。 廖立廖立是荊州武榮棍人,劉備知領荊州難過後,精致廖立為周重視。 隨得到三十歲的時侯,廖立就被由被提拔為長沙櫃泰首了,吳淑加好的時侯,孫權曾寫信任諸葛亮。 連你正年中輪了誰和你一起理智雅,諸葛亮回答月,龐統,廖立都是荊州勞秀的人才。 他們和我一起重視,漢黎在諸葛亮眼中,廖立甚至可以和旁統相提並論。 公元215年,孫權和劉備達成平分荊州的協議,長沙棍歸孫權管廖,廖立早先已經逃往屬中。 劉備向來賞識他,沒有怪罪人願意他為巴郡泰首,公元219年,劉備也下漢中。 晉偉漢中皇后,廖立被任命為時鐘,可到了公元223年,劉昕歸孟。 廖立貌似被引落了,從時鐘地運為了長水下位,廖立自此狂傲,心中對此安排,恨是不滿意。 覺得自己的才能靈氣,應該謹謝於承傷追葛亮,但想到被李賢等人的地位懷低。 這件事略立一直耿耿於懷,有一回,掌願和理笑到他的自左去,劉立對他回吐槽,了一大段話。 可活想到溫為這段話,劉立連官都無得做,直接被廢為平民,劉立奪。 過去主公劉備平,定益州後略有去取漢中,反而是和東吳去爭奪京州領土。 結果常略奪到首,徒勞無功,劉雲傷財,之後漢中被造粗戰具,且不斷騷擾益州, 而後主公劉備又去和曹粗爭奪漢中。 雖略是跌到首了,可視連一邊的關羽像著自己的威嚴, 莫連弗洞戰爭,結果常丟失了荊州沙棍,劉立還曰,向朗有跡著寫。 一向善於和欺利,民工有跡自中,毫無張佛,國有精滅有所見, 不可與他共羅大事,卻當上了是中。 如今看失疲敵,常任用者沙漢人士不對的亞,可視了律奪遭損了了對象來, 被掌願和李兆打小報告了。 誠相諸葛亮之道後,寫了一份彈核了立的奏章, 了立祖先守著沙棍卻逃跑了。 做巴棍太守的時後,也有不清不白的事情, 異在略形官職任令不合理,不忍如者,他常太過自大, 常常以論貶低焦中的大神門, 唇匪放鮮水流備,指責前將軍關於。 看輕自己的國家,這樣的人怎能讓他身居高職你, 於是,流星亞照落,三遼亂正,有如流流, 了立狂惑,正不隱形。激勢不無之地, 了立就者柯被猶放到了雲山棍, 全家人在雅里生活,諸葛亮死後。 了立嘆悉悅,逐漢估計爭不住了, 討論要成為異族的勞力了,之後, 了立屈屈而終,了立的結局和理言類似。 都視被諸葛亮廢為平民羅科外地, 除了了了立本身各有問題之外, 有人也為人,諸葛亮再排除異己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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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